8月16日参加亚运会男足比赛的中国U23男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是利亚队 本场比赛将于20点打响 央视5套将全程直播本场比赛 首轮比赛中 中国男足依靠高准意的梅开二度和张玉宁 梅世豪、张元、姚军省的头顶脚踢以6-0大胜小组中最弱的东地问队 取得了中国队参加亚运会40年来最大的比分 在上半场5-0领先的情况下 下半场仅仅依靠高准意一次越来的锦球 取得了一个锦球 也引起了球迷的吐槽 下半场比赛中 中国男足又恢复了熟悉的节奏 传球约履失误 把握机会能力不强 缺乏团队一时频频陷入单打独斗之中 领先的时候丢掉了积极的拼抢 第二个对手叙利亚对实力强劲 全个人能力突出 首轮比赛中 叙利亚对1-0战上的小组中同样实力突出的阿联球队 已经胜球的练势排名小组第二 面对叙利亚队 中国U23男足应该提高警惕 别因为首轮的大胜充混了头脑 毕竟东地问队是本组的宋敦童子 无论是阿联球还是 叙利亚都很有可能击败东地问队 叙利亚对成年队三世界杯率选赛 十强赛中与履给中国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叙利亚对原格人技术突出 速度快 对抗能力强 意志坚定 这将对中国男足是个不小的考验 此前中国U23足球队曾与叙利亚U23队 在任胜赛中战成一道一平 两对实力不相上下 比赛中注意力是否集中 顽强的拼搏精神和把握机会的能力 将会是左右比赛胜负的关键 由于本次比赛四个小组成绩最好的第三名 也能晋级淘汰赛 所以中国男足没有小组出现的压力 但为了在淘汰赛中取得好的千万 避开强劲对手 中国队将权利亦以赴拿下本场比赛 点欢注发私信 你不吃亏 哦 感谢你的支持 谢谢 谢谢 好